去把單架打下來 救護人員跟民眾合力抬起 被長背板固定的婦人 放 直接放 直接放就好 直接放 婦人已經無生命跡象 戴上氧氣罩送上單架 好 放下車 放下車 婦人緊急送醫後還是傷重不治 她下午4點多的時候 跟丈夫開著小貨車 在苗栗大湖東新產業山路上 跟對象轎車匯車時 一是因為天女路滑 道路土壤鬆散 小貨車太靠近路邊 不慎翻若10公尺深的邊坡 57歲的妻子 不离車子墜落的速度 身體整個被甩出車外 頭路受到嚴重撞擊 當場無生命跡象 而駕駛座的丈夫 幸運得只有輕傷 小貨車整台翻覆 車頭插進樹林裡 陷入山邊邊坡 草頭附近散入各種帽子鞋子 這起一死一傷的死亡翻車意外 出事的是一對草莓農夫妻 警方初步判斷 可能是因為地面潮濕 陸滑導致 但詳細造勢原因 還需進一步調查 記者彭志銘 李孟章謝雲珍苗栗報導